大家好,朱春奧 龍年新春,大年初三 內地仿澳的旅客大軍 今天殺到 大家看看拱北關口 相當多人 打完蛇餅 要經過五次轉折 屈蛇才能夠到廣場的風雨長廊安檢口 排這麼久,禁壁 都要來澳門 可想言之,澳門的吸引力有多大 拱北邊檢上午11點開始 更要採取人流臨時管制措施 至於澳門這邊 在入境口不斷有人走出來 很多人都拖著大包小包 拖著行李箱過來 應該過來澳門 要不買東西 要不煮一兩晚 旅客來關澳門 熟了家暴 一出關轉了 就是發財巴區 不少人拖著大行李箱 立即走去搭發財巴 可能要去酒店 趕著check in 很久都沒見過 這麼多人排隊搭發財巴 有些人不搭發財巴 自己搭巴士 巴士公司在現場 有櫃檯解答旅客的疑問 拖著這麼大的行李箱 嫌麻煩 趕時間去搭的士 誰知關閘的士站 排了百人 大家都看到 人就多 但的士沒有多少步 相信也要等半小時才走得掉 摸上延至澳門的士一向都不夠 不開放網約車 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不止拱北 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 橫琴口岸那邊 以及灣仔口岸那邊 都很多人 如果這幾天 住橫琴要上班 都頗窄 珠海出入境邊檢總站 今天說 最新的統計顯示 原來從除夕至年初二 三天 共茶驗經拱北 港珠澳大橋橫琴清茂口岸 出入境的旅客超過一百十二百次 出入境的車輛都超過六萬四千架次 較去年春節同期 分別大幅上升八成七 和近1.2倍 之前說過 新徵頭 港澳車都北上 港珠澳大橋口岸 不單止車塞 人都塞 打完蛇餅 新春期間 無論你去珠海也好 還是由澳門過香港也好 都要排很久 聽說 去珠海也要排一個半小時才出到關 今天去香港也是很濕車的 尤其林近去到香港那邊的時候 橋口非常濕 去到今天下午四點多 治安警先說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境車道 先恢復正常 所以沒有必要 就不要駕車上大陸 或者去香港 好 這一集 在今集之前我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集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